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由福建能源集团冠名播出的《中国正在说》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法国前总理德威尔潘曾经发表文章认为 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反映全球化新趋势 也是唯一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发展战略新思路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21世纪的新思愁注入 而且也有学者认为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战略 这个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一带一路的专著 叫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 已经被翻译成英文 德文 日文 韩文 波兰文 土耳其 越南 柬埔寨 阿拉伯和印地语等十几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这本专著就是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王一伟教授所撰写的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一伟教授 当年我们在欧洲常驻的时候 你是外交官 我是记者 我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见证了中国崛起对欧洲的那种冲击 当时好像是2008年北京刚办完奥运 那种伟大 那种震撼 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 但是不过我今天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 2015年4月 你撰写发表了一本书 《一带一路 基于挑战》 2015年11月你发表了第二本书 叫《贴命一个新的领导型国家的诞生》 然后今年你又发表了第三本书 《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的逻辑》 你作为一个学者 你这支笔可真是比刘翔 百米跨栏跑得还快 而且质量上乘 你是怎么做的 一句话 灵感来自五千年为民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这回答非常之短 这个事证明你的思维的敏捷 难怪你能够写那么多书 好 我知道你经常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经常外国记者跟你说 王教授 给你两分钟或者三分钟 甚至有一分钟的 甚至于有一分钟的 你给我解释什么是一带一路 今天我们给你十八分钟 请你来为我们解说和分析 一带一路唱会 好 有请王教授 谢谢 非常高兴 给大家阐述一下一带一路 这是非常中国特色的 但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语 已经列入到各种各样的字典里去了 提出三周年 大家知道一带一路 要解决世界性的难题 和中国发展的难题 什么是世界发展的难题呢 打开电视一看 这个世界很乱 可以说乱象重生 中国是乱云飞渡 为什么乱 发展中国家 像阿拉伯地区 出现了阿拉伯之春 叙利亚内战 冲突 发展国家呢 难民危机 恐怖袭击 美国也出现了 占领华尔街 美国之春 等等 他们都有共同的根源 发展中国家的乱 根源在于贫穷 发展国家的乱 在于贫富差距 怎么消除这两个贫 怎么样去消除 这个贫富不均 那么我们就搞清楚 这个贫富不均的源头 在哪里 大家看看这个 整个全球化 主要的是海上的全球化 海洋占了世界经济贸易的90%以上 凡是离海洋越远的城市和国家 地区 越落后 沿边的地方 沿海地方 发展 那么 本分70%的 世界的产出 来自于沿海地区 100公里的地带 怎么样帮助 内陆地区 寻找海洋 帮助路上和海上 实现互联互通 才能够消除 贫富发展 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 不仅是贸易 更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 互联网 我们讲的是21世纪 但是呢 看看这个互联网的地图 整个世界的这个互联网 在美国人的手里 12个根服务器 9个在美国 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英国 一个都不在中国 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海底的光纜 都是条条道路 冲向美国 大家知道 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 有人员交流吧 有贸易吧 没有光纜 大量的依附于美国 你发的email 还到美国转一圈 才能到对面去 这样怎么可能 摆脱贫穷落后呢 怎么可能解决 这样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呢 所以今天要通 通达天下 互通有无 中国人正在修建的 从拉丁美洲 到非洲之间的海底光纜 让它摆脱 对美国的这样的依赖 当然 也是为了解决 中国的发展难题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发达国家 买不起 中国制造的产品了 中国的 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 出口下滑 经济下滑的 这么一个局面 怎么样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思路在哪里 中国要从一个出口大国 引进投资的大国 变成一个对外投资的大国 和进口大国 我们大量的赚外贸的顺差 最高的时候 4.2万亿外汇储备 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 按照中国的经济体 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足以 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不能再继续买美国国债了 美国的不断印钞票 你的国债 缩水 怎么办 投资 往哪里投资 所以无论从解决世界的难题 还是从解决中国发展的难题 我们都找到了一个词 叫复兴 丝绸之路 2000年以来 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 文化 贸易 交流之路 那么我们不能简单 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我们用了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题法 叫一带一路 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 首次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是一项 造福沿途 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2013年10月3日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 首次提出 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三年来 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 30多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以亚投行 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 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 王毅梅教授认为 一带一路首先是共建一个联通欧亚地区的交通网络 它涵盖陆海空 天电网和油气管道 其次 沿着这些交通网络聚集相关产业 最后 通过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 形成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的六大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 首先我们要在欧亚大陆 实现立体的交通网络 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 不仅是包括原来讲的铁工机 铁路公路和机场 今天我们要 21世纪的基础设施 涉及到陆海空 天电网 中国的这个北斗 2020年全球导航 2018年覆盖所有一带一路的国家 中国的量子通信卫星上迁了 中国制造船力 造船能力和航海 各种各样的设施 制造能力在设计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尤其是我们的电网 因为中国的人口 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而资源集中在西部地区 所以在中国有个吸气东输 吸电东输 超高压远程输电能力 实际上最强 所以一带一路 首先就是要搞一个立体的交通网络 其次 不仅是要交通便利了 而且要把产业带到国外去 所以实现一个产业群的布局 那么这个产业群里边 尤其是要到四处之路沿线的国家 以及今天的落后的发展国家 像非洲 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 工业化刚刚起步 还有农业现代化 所以呢 非洲正在掀起了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在的热潮 中国的工业化经验最为鲜活 因此呢 一带一路 除了立体的交通网络 还有产业群的布局 最终要实现一个 从最大的经济体 欧盟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亚太地区之间 建立一个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 这个经济走廊呢 通过 中亚 俄罗斯 到到了欧洲 还有西亚 到到了波斯湾 到到了地中海 中国南亚 中巴经济走廊 到到了印度洋 让欧亚大陆更好地整合在一起 同时让海上和路上 平衡地发展 那么 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 为什么别的国家 为什么很早 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呢 事实上 中国是最晚提出 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的 在很早之前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伊朗 蒙古 甚至美国 都提出了丝绸之路 或者新丝绸之路计划 联合国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提出了欧亚大陆桥的概念 但是这些国家 国际组织 提完了 就完了 或者部分实现的 大部分 都是停留在纸面上面 今天 让欧亚大陆振兴 实现互联互通的梦想 寄托在中国人身上 为什么 因为中国 不到十年的时间 修了 两万公里的高铁 占世界高铁的60以上 60%以上 按照十三五规划 我们要把中国 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全部连在一起 通过高铁 所以中国国内实现的互联互通 才能够帮助这些国家 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 第一个欧亚快线 从重庆到 杜伊斯堡 两年以前开通 传统上 重庆要中国 长江到上海 然后到海上 到路透丹 要35天的时间 今天 重庆通过 欧亚快线 直接到德国的杜伊斯堡 16天时间就可以了 中国有两句话 说 要致富 先修路 要快富 修高速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 在发展中国家 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要消除 经济发展的短板 让这些国家脱贫致富 我刚刚从非洲 从巴基斯坦 从很多的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回来 他们都很羡慕中国 中国改开放 三十多年 让七亿人脱贫致富 今天中国的网民 都有七个亿 我们把四亿 绝对贫困的人 变成了今天的 四亿中产阶级 世界上70%的脱贫 来自于中国的贡献 在王毅为教授看来 中国让七亿人口 摆脱贫困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原因 是中国摸索出了一条 符合自身国情的 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成功之前 没有国家相信 能够走符合自身国情 发展的道路 在西方之外 日本是最成功的 但是日本也找了一条 脱亚入欧的道路 因为没有别的国家成功 所以西方说 我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 那么中国崛起以后 打破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 中国道路的成功 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过除对西方话语的迷信 有助于他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独立摸索各自的 现代化道路 我觉得这个是 一代路提出来以后 在世界上 引起广泛反响的 重要原因 它激活了各国的内心 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而这个梦想实现 原来可以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道路的另一个特点 是中华文化 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 中国人不会将自己的美好生活 建立在其他民族的不幸之上 所以 一代一路倡议 不仅汇集中国 而且汇集世界 那么世界各国是怎么评价一代路的呢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讲这个一代路的时候发现 他们对一代路的欢迎程度 可能说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不久 我们去非洲访问的时候 参加中非媒体与智库论坛 在我主持这个一代一路这么一个专场的时候 有一个坦桑尼亚的记者 就在讲的过程中 突然掏出一本书来 这本书就是习近平论治国理政 他在念了一段 主要两个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主席说 要用定音字的精神 搞好一代一路的建设 第二 治大国如喷小鲜 大家知道 小鲜什么 一条小鱼 你在锅里边 东翻翻 西翻翻 肉就没了 怎么做 不要瞎折腾 他说非洲经常就是 上一个政党上来 推翻原来的政策 换一个政党 又另起炉灶 经常这得瞎折腾 要学习中国模式 那中国模式是怎么说的呢 中国的模式里边 很大程度上是 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的 发达国家呢 天天就讲了全球化 市场化 决定了发展的这样一个要素 但是完全按照市场化 全球化 有谁 有哪个发达国家 帮助发展中国家 修路造桥 补经济发展的短板的呢 没有一个 在去年的第十届 第六届 中国学论坛上面 我在主持一个一代一路的论坛 一位埃及学者发生内心一代 感慨地说 就近代以来几百年了 发达国家 在中东地区 输出的都是枪炮 要的是我们的石油 只有一个大国 现在帮我们修路的 这个国家 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阿拉伯世界 对于一代一路 叫求之不得 我们中国人说的 九汉逢甘领 这就是中国提出了 一代一路倡议 很大程度上 是解决了 在全球化时代 在他们盯着发达国家 这样一个时代里边 永远解决不了的 发展的短板的问题 基础设施的建设 经济发展 两者推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 而不能倒过来 在今年 5月18号 第五届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上面 欧洲的政党领袖 说到这么三个观点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就是 捷克众议院的众议长 菲利普 他说 一代一路 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倡议之一 第二个 就是拉脱维亚 拉众友好协会的主席 包奖普金 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一代一路 超过了我们欧洲人的想象 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还没有这么一个 伟大的倡议 能够改变世界 第三句话 就是 罗马尼亚前总理 彭塔 说过一句话 他说 大概只有中国 可以经营 五十年以后的世界 我们欧洲人呢 未来五个月都看不清楚 当时英国脱不脱欧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希望啊 寄托在中国 那么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不仅是让中国伟大复兴 而且让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种文明 共同的复兴 让泛中国家 共同实现现代化 要改变这个近代以来 海上全球化 西方的全球化 导致了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的这么一个局面 拿非孝通老先生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中国要实现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这么一种境界 让我们来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 共同克服一带一路建设中 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更加合理 更加包容 更加普惠 让这个世界更加和平 更加发展 谢谢 非常精彩 感谢 感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坐 真的是非常精彩 18分钟 把这样一个历史悠久 设计的面非常之广 内涵非常丰富 设计到44亿人的 复制的这样一个 一带一路计划 讲得这么清晰明了 刚才观众的掌声就说明 是这是对你的肯定 谢谢 一带一路 为什么没有美国呢 为什么不包含美国呢 中国很多钱投资到国外 那对中国的本身 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另起一个影子 叫一带一路呢 中国的智慧啊 借力太清 福相伴能永远 欢迎收看由福建能源集团 冠名播出的 中国正在说 下面我们就到了提问环节 现在我们的第一位 提问观众是来自 白俄罗斯的娜娜 听说你是因为热爱 中国的金句 而到中国来了 本来就是我从小 对亚洲的国家 特别是对中国有兴趣 对文化 经济 历史之类的 特别有兴趣 特别有兴趣 对对对 然后我的专业也是中文 所以我觉得来中国和中国人学中文 也是更好 你在白俄罗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中文了 对对对 来中国之前我已经开始学中文 然后来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好 好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 在欧洲丝绸之路是很有名的 中国要宣传的话 叫新丝绸之路就好了 为什么要另起一个名字叫一带一路呢 为什么要另起一个名字叫一带一路 这个我的书刚才讲了翻了很多的文字啊 英语有的时候翻成belt in the road 叫做one belt one road 但是我发现了 这个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比较难懂 就像我这个世界是通量 这个通字 英文就很难翻 确实呢 中国不好意思了 给世界带来了翻译的理解的难题 但是我发现韩文翻得最好 韩文 韩文翻这一带一路 直接就翻成 一带一路 这个中文字 没有什么差别 一带一路 就直译的 最好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用丝绸之路 也没有用新丝绸之路 而是给世界出了一个理解的难题 一带一路 因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是德国人李希霍芬 1877年提出来的 它是对于东西方之间 文化贸易交流的一个统称 实际上呢 有茶叶 香料 玉石 还有茶瓷器 等各种各样的之路的一个统称 为什么叫丝绸呢 因为丝绸是中国独一无二的 对 所以它的统称 那么为什么没有用新丝绸之路呢 因为美国在2011年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 这不能聪明了 所以为了尊重德国人的和美国人的知识产权 我们不能盗版吧 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中国特色的提法 叫一带一路 尽管不好理解 但是你听听我讲了以后呢 发现这才是真正有意思了 它不是简单的复兴古代的丝绸之路 而是富有中国的文化特色 同时也要富有世界的智慧 比如说带 大家知道经济发展带 这是中国的一个改开放的一个经验 跟中国模式的一个代名词吧 这个路就非常有意思了 中国人路和道是连在一起的 叫道路吧 道路呢 道是怎么说的呢 道家说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一带一路是从一开始 但是是涵盖越来越多的国家的 它不局限于古代的丝绸之路 所以它是开放的 包容的 所以不能用简单的丝绸之路 否则的话 丝绸之路上这个国家很重要 那国家不是 那么就说不清楚了 叫一带一路 万事从一开始 大家都有份 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娜娜是不是满意 是不是明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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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 是来自俄罗斯的迪玛 你好 你好 我也在你提问之前 也请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 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我来中国学习 学什么呢 学投资 其实我那个丝绸之路 我已经听说过了 然后也学习投资呢 就是也想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嘛 中国想要把很多钱投资到国外呀 还有俄罗斯的一些企业也想 和中国的企业合作 所以我学习了投资这个行业 对 到中国来学投资 对 这个跟一带一路完全是契合的 对 来自俄罗斯 好 你的问题是 我的家就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边间一个城市 就是新的丝绸之路就正好通过我的城市 然后现在有很多 来 企业来修路啊 然后修票啊 然后 就是很多人来去工作 就因为这个丝绸都就有工作了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企业 然后中国 很多钱投资到国外 那对中国的本身有什么好处呢 一带一路是要按照企业为主体 市场化运作 政府呢是提供服务 而且要尊重当地和国际的标准 所以一定是要赚钱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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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今天的问题首先是来自我自己的 就是去年中国成为美国贸易伙伴 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想问问一带一路 为什么没有美国呢 为什么不包含美国呢 然后还有美国大选期间 我听到外面有一些言论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在另起炉灶 是不是挑战美国的秩序呢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中国是否挑战美国的秩序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为什么一带一路排斥美国 是吧 好 非常好 很好的问题 第一呢 四处之路存在的时候 美国这个国家还没建立 对 美国当时还是一片 生活着很多印第安人的 但今天我们讲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不排斥任何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邻国 排斥也排斥不了 中国人的智慧借力太极 那么美国已经大量地参与了 一带一路建设了 美国公司 比如说我们刚从马六甲 黄金港的建设 中国公司投资了300多亿 美国的公司投资了100多亿 共同打造一个新的港口 所以美国公司已经参与了 怎么没参与啊 第二 美国人 像四路基金首席顾问 就是美国耶路大学的教授 美国人大量参与了 更重要的 多了 钱 谁跟钱过不去呢 所以亚托航 尽管是中国人发起成立的 但是用的是美元 所以一带一路 帮助美国公司 美国人 美国美元 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经济发展的机会 更重要的 像一带一路的建设 帮助中东啊 向中亚地区实现的稳定和富裕 根源上销出了这种暴力 恐怖的袭击 对 从美国更安全 所以中国实际上呢 把一带一路建设好了 这个世界才能更美好 美国才能够更美好 但是美国的TPP 倒是把中国排斥在外面了 还有 美国确实是在进行大选啊 两个候选人 一个川普 一个希拉里 好像他们对一带一路 也确实有一些 意义 所以他们要看中国正在说 要看中国正在说 我们的第四位嘉宾是 一位茶叶专家 茶叶你知道 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当中 一个是茶叶 一个丝绸 这是我们的两大出口 蜘蛛产品 这位先生是 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 青年分会会长 江志东先生 大家好 王老师好 我来自福州 我来自于我们国家的海峡两岸 茶叶交流协会 听了王老师的演讲 很受启发 王老师想请教您的是 您觉得在配套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软实力方面 该做哪些工作 那有一位领导人说到 中医与茶 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传统文化的一辅两意 那类似于中医和茶叶 这样的产业 您觉得在这一带一路的发展里面 有什么机遇可以让这些厂业 在国外发展得更好 谢谢您 丝绸之路 尽管用丝绸这个概念 作为统称 但是跟茶却是有不解之脸 我们知道有这个 就从你们老家五一山 有万里茶道 经过蒙古 俄罗斯 到到了欧洲 那么路上走呢 当时呢比较困难 但是直到近代以来 欧洲人 尤其是英国人 搞了东印度公司 把你们这个茶商 实际上呢 骗走了啊 到这里兰卡啦 到这地方 印度去种植茶叶 所以现在他们成为 他们一种生活方式了 要喝下午茶 下午茶 对 那大规模的茶叶生产 就从海上呢 开始呢 进行了 我刚从肯尼亚回来 肯尼亚也喝茶 因为它英国的殖民地 还产的茶还不错 受了英国的影响 对 所以茶文化 就通过四都之路 传播到世界各地 那么今天呢 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呢 实际上呢 不仅是让中国的茶 更多的 把中国里面很好的茶 不光是那个 立顿的这个 茶默默 走向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不光是贵族在享用 老百姓 都会更多地喝茶 同时呢 也有四种文化的传播 就茶背后是茶道 这个是文化 中医背后呢 是中国的传统哲学 像这个 易经啊等等 所以一个来讲呢 一带一路啊 我们讲呢 就像古代的四都之路一样 除了贸易 还是文化的一个交流之路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 一带一路的建设 让这个东西方之间 乃至于南北 世界之间 更多地来分享 各自的文化和产品 互通有无 对 实现通达天下 不仅是要中西结合 而且要中猛一 中哈一 中国埃及一 都要结合 所以中国要睁眼看世界 以前看的是西方发达世界 今天我们要看 一带一路沿线的 这样一些世界 所以呢 也是中国走进世界 中国重新向世界 学习取经的一个过程 也是更加成就了 中国这种包容的 这样一个文化 对 所以一带一路 跟我们细细相关 跟这个茶叶 也细细相关 谢谢 好 我相信在观众里面 肯定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如果观众里面有问题的话 可以举手 也先请介绍一下自己 哪位观众 哦好 又是位外国小猴子 你好 我叫何瑞斯 来自图库曼斯坦 图库曼斯坦 对 我是北京油电大学的学生 本科生 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 在中国我大概到了五年 五年 对 没错 我在这个五年 认识好多中国人 中国朋友 然后经常去他们家吃饭玩 然后发现了一个事 就是你们在中国不喜欢用地毯 但是我们图库曼斯坦 最有名的是用的地毯 我们地毯是用手做的 都特别漂亮 我想知道 你如果去图库曼斯坦 你愿意不愿意买 图库曼斯坦的地毯 你愿不愿意买 图库曼斯坦的地毯 我首先非常希望到图库曼斯坦 去访问 然后去欣赏你们的地毯 当然一定会购买大量的 大量物美的图库曼的地毯 和你们的美食 好的 我希望你们来图库曼斯坦 我们欢迎你 我们那边特别喜欢中国朋友 图库曼斯坦好像不只是有地毯 听说图库曼斯坦的西瓜 也非常好吃 是啊 太甜了 太好吃了 你们如果吃一口 就不想回中国了 非常感谢你 传承理念与信仰 载助光荣与梦想 长征啊 开启了东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我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 我把这个道路叫做中国模式 东南卫视震撼推出 中国正在说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中国正在说这里 我是主持人郑多林 我是主持人子学兰 以思想引领思考 以碰撞激发智慧 低端走势还要持续多久 应该怎样发展下去才对 发展是为了人民 没有人民就没有胜利 但是我们的成绩 远远大于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时代是需要这样 振臂高呼的人 自大国无喷小鲜 权威专家 顶级学者 为你解读中国现象 明辨世界图景 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的故事 对今天的年轻人 对任何时代的年轻人 都是重要的 中国人你要自信 中国的年轻人更要自信 我是乐观的 我乐观 是因为你们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东南卫视 每周五黄金九点当 中国正在说 为中国点赞 好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杭州G20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提一带一路倡议 他明确地说 一带一路就是为了 同沿线各国 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共创繁荣 他说 建设一带一路 不是中国在修建它的后花园 而是共建一个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习近平主席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王教授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读到你的分析 解读中国新起点的大作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书写一带的所开创的新的包容性的全球化 和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关系 好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不但期待王教授的星座 也期待一带一路 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一个 更加灿烂 更加繁荣的明天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期再见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